開始在第一次以後林安真的比較有這個委託的風險 來看是台北市立雄明委託的結局是 有這個以後林安在找比較近的人 緊急炸工時供去委託 常在這個雄明委託立班的意思 所一方式來支出 在炸工的過程 委託的機會相關 雖然以後都有請專頭的裝備 但是以後是很風險 結局的門口嚴格關桌 除了新冠危險 治療和裁檢 其他服務都減停 因為前一天有過來以後確診 北市連醫雄明印区急診 立後修理一個一一區 全三個確診個案 那時候總控危機 而且加護備班完成以後 緊急炸工 這樣來受到感染 方列相關人員裁檢 並加強急診室大規模環境 傾銷作業 以後林安都已經穿著幾桌 方向的總比醫院感染 定在雄明激針是當地 但那一天沒有在庭的主地 醫生所一方之處 那個白人滴血液 那時候有噴漿飛沫 血液也一直撩不起來 白人一直吃慘 給炸工的難度非常高 醫生所一方也有社會支持 以後絕對不是不小 離家來感染 接著不像專業病房 採檢噴開 以後面對著 無法知道的敲管風險 被感染的人呢 不代表他就是輕忽而不小心 反而被感染的這群人呢 就是因為他們擦了最多隻的管 他們照顧了最多的 這些陽性的病人 所以才最有機會被感染 所以被感染的人呢 其實他就是在這場戰役中 衝在最前面 最盡心盡力的這群人 雄明醫科是北市連醫 離中後林安和平 相處睡眠風在中心裡 又爆發醫後確診 某人在家有醫生發生 還在看病 北市連醫醫中不算健康 雖然還沒接到 近一部的消息 但認為這不太可憐 醫生都會阻鑄管理 發生特別致病病 記者綜合報道